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台灣現在呢 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 小事 今天有一件大事 就是 我們大家的好朋友人權律師張靜 今天召開了一場記者會宣布要參選2024年的總統 其實我坦白跟大家講我們過這過程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討論 我第一個直覺在 大概差不多三個月前吧 他告訴我的時候我第一個直覺 我是反對的 因為你知道我就跟一般人一樣 覺得第一個你選不上 第二個 是我們的好朋友 就要跟他講實話 你不要害他嘛 對不對 那既然選不上 勞民傷財 甚至得罪當道 接下來你會有很多有的沒的 然後我又看他身體好像也不是很好 那這個不像我們這種平常有運動 身上有六塊雞 雖然已經連在一起了 不過 至少 我覺得 他經不經得起這樣子的一個折磨 你看論文門已經把他折磨的 什麼搞他一個什麼針孔啊什麼偷拍啊 你說他接下來 會遭到什麼樣的一個 國家機器的 惡整 你看 童文勳律師 不過就是選個台北市長 大家也知道他選不上啊 因為現在你看 藍綠不要說選市長啦 選個里長 你要是沒有政黨 都很難搞 立委現在單一選票 單一地區選 兩票制 沒有可能 一般無黨籍幾乎是沒有機會 所以 連 童文勳律師 不過就是登記選個台北市長 結果下場是什麼 被這個調查局狠狠地約談了 將近一天的時間 去查他四年前 一筆匯兌匯到國外的錢是什麼用途 這個國家瘋了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是個瘋子 把台灣呢 近幾十年來前輩流血流汗 被抄家滅族建立的民主 把他一腳踩在腳底下 顯得非常的荒唐而諷刺 那接下來我們大家寄望什麼呢 很多人說啊誰要參選誰要參選 不急 但是 我覺得台灣現在舉凡對台灣有 有熱情還熱情還在對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也好台灣也好 大家還有那份熱情的人 應該要站出來真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1992年 美國總統選舉啊 Bush Clinton 之外還有個德州富豪億萬富豪 叫Ross Perot 很有錢 個子小小的 講話聲音尖尖的 然後說話很快很特別 那因為我的 在美國的1995年的我的博士論文 University Wisconsin Madison 我的博士論文叫Effects for voters perception and their effect or candidates 我研究的就是1995年美國總統大選 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 對不起 我在1995年畢業 那時候就是三個人選 Ross Perot 大家也覺得他選不上啊 因為美國1912年以來啊 史上 沒有一個獨立參選人 當選總統 那Ross Perot 在史上算是 第2高票的 獨立參選人拿過的第2高票 他當然大家都覺得他選不上 但是為選不上你為什麼要選呢 選個理念 把自己的理念 告訴大家 讓美國公民 覺得 我們不絕望我們不是只能夠被共和黨民主黨綁架 結果Ross Perot 拿了將近20%的 普選的票 當然沒上可是 他說出了一個聲音 所以我今天希望不是只有支持張進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張進或者是藍的綠的紅的 我現在根本不在乎 你是藍的綠的紅的甚至你是紅的也無所謂 我覺得台灣本來 民主政治本來就有選擇國家未來定位的權利 如果你是統派我也不覺得現在罵人家統派是在 詆毀別人或者是污衊別人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心中自己的 國家定位跟夢想 每個人都可以希望自己的子孫成為美國人成為日本人 成為肯亞人 成為中國人 這是每一個人的選擇 不要去抹紅別人 也不要去抹黑別人 你是統派你就如何如何 這是很荒唐 這是這些年來綠營所塑造的一個 完全反民主的氛圍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2024不要再去管別人是綠的藍的紅的 桶的 毒的 不要去考慮這個 因為這些通通都是假的 你去看看一個台積電 老美要你幹嘛你就幹嘛 老共呢 飛機來一下 飛彈來一下 你就嚇得屁屁抓 趕快跑去找美國 台灣的處境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根本沒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 但是 我們今天在台灣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件 我們要維持 台灣2400萬人 可以選擇自己命運的那一個權利 要把它維護下來 這就這麼簡單 不管你的支持 藍綠紅白 一定要共同維護 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現在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最大的問題就出來被蔡英文給踐踏光了 一個人殺了台灣的民主 所以今天我看到張靜律師 出來登記 願意出來 願意出來站出來 我只在這邊呼籲大家一件事情 你可以不用支持張靜 你可以不用支持任何一個人 但是請你支持台灣的民主 讓台灣的候選人多元化 這樣子 藍綠白 激盪 就不會這麼囂張 他們就不會撕下去 私鄉授受 去分配 今年你當明年我當 好 我們兩個拱起來你當總統 那我們這個預算 一年兩兆預算 我分個四分之一給你 你來支持我 現在的政黨就在幹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先幫助張靜 他也幫助其他願意站出來的 總統候選人 先幫助他們過連署這一關 他一旦過了以後 檯面上這些人 走得屁屁 當他們怕的時候 就是老百姓 有機會為大家謀福利的時候 當政客開始害怕的時候 就是民主可以實踐的時候 所以我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張靜律師的參選 所以我說到後來 我們從反對 叫他不要躺這個渾水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就不要害他 不要跟他講說可以啊 你沒有問題的 我們必須講實話 到後來我想通了 我覺得張靜做的這件事情 就跟司法改革一樣 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叫做唐碧黨居 這就是唐吉科德 跨復逐日 但是 他有他的歷史定位 有他的歷史意義 有他的價值 就跟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追論文門一樣 所以大家加油 支持張靜 如果還有其他的人 願意出來選 2024年的總統 大家一樣 幫忙他們去連署 首先讓他們跨越這個門檻 讓他們拿到那個 麥克風 可以講話的權利 這對台灣的民主 非常重要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 帶大家到 今天張靜律師 參選的現場 讓大家看一看 當場的這些 現況 當然因為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截取了部分的發言 給大家一起分享 好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 記者會 就即將開始 今天是國際人權日 上個世紀 整個人類的世界 激進滅亡 人跟人之間的爭戰 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人類為了避免再次的面臨滅亡 所以發表了世界人權先言 所以有今天的這樣的一個 世界人權日 國際人權日 第一位正式 第一位正式 要宣布參選總統的 張靜律師 我們請他 先來 發表這一次 參與 2024總統 大選的宣言 以及幾個重要的聲明 並且來說明 他這一次 參與 總統大選的一個理念 之後 我們再介紹貴賓 來針對 張靜律師 參選 來發表 他們的看法 跟祝賀 首先我先請 我們的 張靜律師 謝謝 李律師 請到 好 各位好 各位早安 我先做一個宣言 張靜律師 參與 2024年 總統大選宣言 我 僅以致誠 宣佈參與 2024年 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從今天起 至 選舉結束 我誓言 絕不 買票 會選 絕不製造 流血衝突 更絕不搞 自殺 失蹤 以此 事不宣言 我的事不宣言就是 不自殺生命的 這個生命 不失蹤生命 不流血生命 及不會血生命 來 我用這個 事不宣言 來表達我 端正 選風之意 那我參選的 初心 是以 蒼生為怨 以人民為本 許人民一個 無憂無懼的未來 許人民一個 有情有義的國度 陪同 陪同 人民改變 今天這個 不義 不仁 無恥 無恥 無格的 執政當局 還我人民 還我人民 一個太平盛世 是 面對權威 面對權威 面對威權 我堅決選擇 不如從 面對憲法 我始至遵守憲政事序 面對人民 面對人民 給我支持 為這次總統大選 一起創造 屬於台灣人民 真正的民主政治 天佑中華民國 天佑台灣 天佑我們 大家 我們人民 這個 我的宣言 到此 結束 但是 我必須要在這一份 宣言上 簽上我的名字 以及 四部 的四部聲明上 簽上我的名字 以表達 我對於這次選舉的決心 以及 清白參選的 理念的訴求 謝謝大家 而且 無色可以跟任何顏色融合 沒有問題 無色可以跟任何顏色融合 但是 藍跟利亞融合 大概是 是不太可能的 好 那司法革命 我剛講了一個是司法革命 一個是生存革命 司法革命我有三個目標 透明政府 節約正式 還有 澄清立志 詳細的內容 媒體先生小姐可以 在前面 要這一份 這個 檔案 那透明政府裡面 我有兩個最重要的工作 一個就是 追查 弊案 一個就是 平反 焉案 我 我上任以後 我當了總統上任以後 除了國防 外交 兩岸 跟 正在偵查中的案件 不包括已經偵查結束了 正在偵查中的案件 需要保密之外 我會 一力開封解密 所以包括 蔡總統 蔡英文的 論文 我會解密 照封案 10年我會解密 現在是 10年的 封閉期間 還有 新冠肺炎的 防疫政策 包括他的預算 疫苗 口罩 快篩以高端 這一些可能的弊案 通通要解密 所以我的病態裡面 排在第一位的是什麼 1450網軍側翼 以科技數位不愛 因為我覺得 這一個是最可怕的 他割裂了台灣人民的感情 分化了台灣人民 彼此之間 是造成了對立 我覺得這是 比蔡英文論文 比疫苗還要恐怖的 就是台灣人民的善良 台灣人民的互信 互助 全部都被1450破壞無遺 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 人與人之間的攻擊 這是一個 把台灣人民 完全割裂的一個做法 所以 我會把這個病案 放在第一位 民進黨的創黨包括 美麗島受害人 美麗島的受刑人 叫做張俊宏 他在監獄就跟我講 他說他因為年紀很大 在監獄裡面呢 上面不讓他做這個操作 不讓他工作 所以他經常有時間 到 到處在監獄裡面去 跟同學聊天 監獄裡面的藝友 他們都是故稱同學 他說他這一年下來 他告訴我說 冤案最上的五代以上 我曾經為這個冤案 也問過蘇醫師 我說你一個非法律人 你認為有幾成 毫不加思索 五成 你想想看 一千多萬個案子裡面 有五成就有五百多個案子 六百個案子是冤案 我這個冤案是管義的 叫冤錯假案 像拆媽媽的案子也是冤案 他是軍冤的代表 我特別今天請他來 就是他一個深斗小民的身分 他自己的兒子 在當兵的時候 在打場被打死 十幾年來到現在 這個案子還沒有真正破案 比方說以 淘汰法官檢察官或者是 高級公務員 我的建議 我的想法是 用陪審制 來淘汰 法官檢察官 以及 實質等以上的公務人員 廢除國家賠償法13條 然後呢 公務員如果基於職務 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經判決確定的 不得假釋 也不可以入外衣間 現在我們的公務員 犯了罪以後 通通跑到外衣間去 享受的 在建議裡面最好的待遇跟生活 這個我要把它廢掉 這是澄清立志 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 所有公務員的懲戒 要廢掉時效制度 沒有時效的限制 只要查出來你公務員 有違法私職 貪章亡法者 這個行政審計 會在你活著 活著的時候永遠存在 然後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廢除一切 因為業務個案 所生的業務獎金 或者是查案獎金 這些查案獎金跟業務獎金 是造成公務員濫權 違法向人民 向人民去 處理 然後產生的獎金 這種獎金越多 冤案就越多 因為很多公務員就會 濫用權利 我曾經看到的案子裡面 檢察官去找人去 買槍 買了槍以後要他自首 或者要他丟在哪裡去查貨 然後檢察官就有大筆的獎金 可以 這樣的情形造成多少的冤案 大家知不知道 像這些 還有要建立公務員 離職後更嚴格的旋轉門規範 否則我們的公務員 高級公務員下來以後 都去當企業的門神 最重要的一點 將來的選舉制度 一定要改成公費選舉 廢除繳交保證制 否則 第一個人民 沒有前使選舉 第二個 選舉人員 還有 公務員 多少錢 將來一定開 他不撈回來他幹嘛 就先跟同拼連線 好嗎 好嗎 彭文正在 在美國舊金山 他作為一個新聞人 他一向不想 這個針對於 特定的 想要參選的人 是有任何的 評論 但是 我為他兩個擦刀 他也要為我兩個擦刀 來 我們下來 可以 現在這裡 好嗎 好的 我指出聲音吧 是吧 是可以了 各位朋友們 好久不見 謝謝 好厲害 張立常委 大家 首先謝謝大家 這個 通緝辦間 足國界 聯合組織 成員 向大家頃好 謝謝大家 今天在場都是台灣 最有原則 最堅持公平正義的朋友們 我因為看到各位的參與 我覺得 中華民國 台灣是有希望的 不然你已經看到 這個台灣的這些政客 不分藍綠 都會讓你覺得 我們的國際 很難看 那 大家的好朋友 張金律師 我認為啊 張金律師是我 在這些年來 很罕見的在台灣 受國僅存的 一個 具有 三氣的 正義之士 三氣喔 我的國語沒有那個問題喔 我發音標準 所以三氣就是說 正氣 義氣 跟勇氣 所以 我認為呢 我們應該去考慮 這個候選人的理念 你能不能支持 能支持你這一票 微不足道 不會影響 總統大學的結果 但是你會向這個世界 可以宣示 我們台灣呢 這個中華民國的 國民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 各位支持 張金律師 這樣的一個 寒天飲冰水 點滴在心頭啊 我個人十分的 表示感謝 非常 我們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喔 所以 所有的 學校也沒好 學校也沒好 大家要去除了 好了 改變台灣 我們叫 改變 總法民國 來人參加 再一次我非常謝謝大家 在這三年來 不離不棄 支持 張金律師 李正華律師 我還有所有的 論文們的 這些調查小組們 在海外還有林環牆教授 在台灣還有賀德恩老師 楊成亮博士 還有很多在海外的朋友們 藉著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 那我也祝福 在座所有的朋友們 在歲末 在聖誕節的前夕 祝上滿滿的祝福 祝大家平安喜樂 也祝福我們的國家平安 祝福所有的國民 大家都喜樂 祝福張金律師 這件事情呢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你接下來喔 你家的水錶要先拆掉 然後你自己用那個井水 不要再用自來水 所以就沒有 我在台灣啦 我在全台灣啦 沒有一支水錶 是屬於張金名下的 因為 我沒有 我在台灣沒有任何一棟房子 我所有的住的 包括事務所都是住來的 我這一輩子 不打算要買任何一棟房子 留給後代子孫 可能一貨萬人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蝸牛組織啊 要站出來支持 張金 對 所以 感謝大家啦 我覺得我剛看到了一些好朋友 所以 我非常感謝 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啦 我覺得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國家 不然這樣下去喔 看不到希望 那我在這邊呢 隨時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我答應大家的 把參與的這個片子 繩之一把 大家抓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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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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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I know the day I forgot a race day I hope I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out,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ed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okay,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at times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Mine of the apricot oran sky Woooh I se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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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參選的記者會謝謝大家 也有朋友真的去去我去送花給張靜 謝謝張靜律師 我先不談總統選舉這件事 我只認為有更多的人出來參與總統選舉 會對台灣的民主有幫助 那要更多的人呢 因為總統選舉的門檻很高 所以要先幫助他們跨越這個門檻 這件事情對台灣現在這裡 已經被糟蹋的體無完膚的民主來講 可能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站出來把它當一回事 我再一次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支持張靜 不是支持藍綠紅白 不是我們支持台灣的民主 讓這些政客知道 讓這些政黨知道 不是只有你們能玩 台灣被你們玩壞了 過去的20年 你們輪流把台灣給玩垮了 現在應該換人做做看 而換人不是換黨換人 而是真正讓其他的不願意加入政黨 同流合污 不願意上黑的人 他們有一個從政的機會 有一個改變台灣 改變中華民國的機會 我覺得台灣善良的百姓應該站出來 這個叫做連署革命 讓那些長期綁架台灣的政客 嚇出一身冷汗 接下來我們再帶大家到今天的記者會的現場 同伴大家好 你們在座的全部都是我們大家最要好的朋友 跟我們一樣 跟我一樣 跟蓬佩一樣 我們都是已經看不慣我們的政府 騙了我們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 我今天早上才在想說 我在那個捷運站看到一個 扛棒寫失落的政府 我們要找回我們失落的政府 那期待兩黨可能是沒有機會了 那我希望說這個機會 就放在我們張靜麗醫師的身上 因為他跟我們同伴一樣 都是很有正義感的人 張靜麗醫師這幾年一直陪伴著我 幫我兒子的案件跟官司令 他是我所見到所有的歷史裡面 在法庭上 他能夠講出人民需要的問題 跟法官對談 很多歷史在法院上 是絕對不敢跟法官搶得對談的 不敢反駁 他都敢 他永遠都站在一個正義的理念 替受害人做事情 講公道話 這是我在他身旁看到的 他的智慧真的非常棒 所以我認為 張靜麗醫師 如果你當上我們的總統 絕對是我們全台灣人的福氣 所以我一定站出來要支持他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張靜麗醫師 他會當當總統 他會改善到我們人百姓很多問題 因為做總統 一句話說了就算 所以我認為說 只要張靜麗醫師當上總統 就定義在大家做總統 都一樣 拜託你們一個人 90票 一年有這90票 我知道黨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對付 這個幾年來 所有的政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我們幾年在第二帥 是國民黨的總統 民進黨的總統 結果他都拿民進黨 跟國民黨 在做事 不是在替我們八姓做事 所以我無法接受這類的論流 的建議 希望八姓站出來 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 好不好 拜託 謝謝 謝謝 我跟他 我們是司法官訓練所 18級的同學 當時我們在司法官訓練所 有一群朋友 我們就跟著高信務檢察官 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是充滿了改革司法的信念 當時在司法官訓練所 我們就已經決定 出來我們要打老虎 當時我們有這樣的信念 結果沒有想到最後 我居然看到國家 那個時候其實30多年前 我們台灣已經非常危險 兩岸的危機比現在還嚴重 而全台灣不知道 最後我只好被迫辭職出來參選 進入政治9年 當時張靖還沒有馬上進來 沒想到現在是張靖自己居然跳出來 不但跳出來 居然還有這麼大的膽子 要選總統 這是一場非常嚴重的挑戰 司法院的院長 除了有一個我們的老師還不錯 不過事實上他也失去了他當時在學校的原則 其他人我告訴各位 甚至現在放在我們司法院裡面的人 居然都是出賣良心的人 因此可以得到位置 那對於司法的弊端 對我覺得一半以上的冤案是合理的 我必須要說必須要廢除所謂的單於選區兩票制 因為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會造成什麼 只有兩黨在那裡在爭地盤 所以很好 張靖竟然敢做 那麼我們盡量支持他吧 那至於我們國家有沒有希望 平安說我求上天 我只能祈求上天 保佑我台灣 保佑我國家 否則我告訴各位 沒什麼大希望 謝謝 謝謝 當然今天張靖大律師奮力而出 他要來挑戰中華民國的總統的大位 我們知道在現在這個政治混濁的世界 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像各位一樣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給他加油 也是給我們自己加油 我們的社會的確不應該讓藍綠 所有色彩所籠罩 特別是現在的所謂的藍綠 已經不是真正他原來的藍綠 今天中華民國已經被掏空了 國民黨在某種程度上 他也被掏空 他也被借殼上市了 民進黨也被借殼上市了 連我們的中華民國都被借殼上市 那怎麼樣回到真正的藍綠 或者是黃 或者甚至其他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那應該只是一個政策選擇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良心示威的問題 每個各個色彩都應該有非常清晰的一個政策 包括司法政策 包括經濟政策 外交政策 經濟政策 我覺得這一方面 我們要鼓勵每個政黨 好好的把自己的政策提出來 但是今天張建修出來 他代表一個含義 希望台灣的社會有一個良心的社會 所以與其他是司法的革命 與其他是生存的革命 不如他是一個良心的革命 那當然他這一趟 張建修這趟路不會非常的容易的 因為他到時候還需要連署通過 才能夠參加總統的大選 那依到我們國家的法律 那他可能必須要找到副總統的參選人 然後一起共同發連署單 我也在這邊拜託各位 如果真正支持我們的張建修 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們這段時間幫助他 讓他在全台灣各地去弘揚他的理念 讓個人的人去了解到台灣社會的一些問題 第二個 如果張建修在要開始進入法律程序的時候 那他一個取決的條件 就是他的連署數夠不夠 也希望大家能夠共同的努力 讓他有一個參選的機會 讓他可以有個公開的場合 並宣揚他的政治 跟一些價值方面的理念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邀請 世界華僑總會的李榮任總會長 也來幫我們致辭 謝謝 主持人 也是我的好友 主持人 未來的總統 還有我們邀請大委員 我們在北京見過面 那回台今天是第三次 那張亞中校長也是個非常優秀 那張建修醫師我是用最祝福的一個心 希望勇敢去承擔 還有今天所有參與的朋友 我在這邊非常的敬募各位 也感到一股暖流 也看到台灣整個未來的希望 在這邊李榮任 向大家指揮 我七十一歲了 沒有什麼好爭的 那下一代呢 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今天不要在這個對立的狀況下 人贏益盈 自己要有主觀意識的判斷 讓台灣要更好 唯一的方法 兩岸必須和平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在中國 你看看這一次的阿拉伯 多少的國家已經開始在轉向 當全世界在向中國靠攏的時候 台灣你沒有理由拒絕 也千萬不要逢中必反 我祝福大家 祝福台灣 也希望大家能夠秉持一心 今天既然來了 就全力的支持張靖 讓他能順利當選總統 他的承諾 他的承諾 我以華僑總會總會長 還有華夏新聞報的負責人的聲論 我會督促他 甚至會鞭策他 我們大家一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開放給在座的新聞界的先進 不曉得針對我們 2024的總統參選人張俊律師 有關於總統競選方面 參選方面的事務 不曉得在座的新聞界 然後我們的直播主 有沒有要提問的 很愉快的這個所有的嘉賓 還有張俊律師 還有這個台上 好多都認識 然後還有這個蘇醫師 我其實有一個提問 因為最近我一直在觀察台積電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在自己的廣播節目上 我已經連續講了好幾天了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 關注度非常的低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想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台積電現在完全政府就是在詐騙 為什麼我說詐騙呢 400億美金的投資啊各位 1.22兆的台幣 在台灣你只要投資100億台幣 我覺得各縣市的政府 就已經是拱著你去跟他謝天謝地了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呢 400億美金 我們的投審會在幹嘛 我們的政府在幹嘛 還在本世太平 一開始騙大家說 放心只有2萬片的晶片 台積電一年生才1000多萬片 沒有關係 但現在美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345奈米通通移到美國去 然後呢台積電的工程師呢 年底前要移走1000人 核心工程師台積電移就3000人 直接三分之一抽走 然後我們的政府 蔡英文政府還在騙 那我真的很想質疑一下 當然一定要請教張俊律師 因為今天台積電 我們都知道是我們的命脈 也知道我們將要護國神山 結果護台神山變成護美神山 台積電TSMC變成ASMC 變成護美神山 將來在哪裡 我的孩子今年只有兩歲 一個一歲 他們沒有未來 真的沒有未來 我覺得現在很可悲的事情是 我們在台面上幾乎沒有太多重要的人物在呼籲這件事情 不管藍綠兩黨 但是我要肯定一下李冠宇委員 因為昨天星期五的時候 他在我的節目上面 他有公開的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他真的是少數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台灣年輕人在忙什麼 忙著跟館長在追黑道 黑道很重要 黑道很壞 他已經滲透到了執政的核心 可是台積電那是未來的命敗 竟然沒有人關心 三四五奈米最先進的製程 而且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民進黨還在詐騙一大堆的專家學者出來說 放心啊 等到研發去的時候再說 他在騙小孩各位 我好多的同學喔 因為我們 我相信很多在座新力可能以前在學校都很優秀 我同學至少都是全台灣全3%5%的人 幾乎後來都去了這個台積交層 然後就進了台積電 那進了台積電之後 我就問大家 這麼優秀的人產通通跑掉 台灣未來在哪裡 他們早就在調查誰要去美國了 我一個學長在裡面做好幾年喔 他台大的博士 他說好幾年前就在調查 台積電早就知道了 那我這邊我也必須講 我要替張中某總台報個區啊 因為他其實一直在講 一直在透露台積電的下一步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在劉德宇董事長 他完全沒有辦法抵抗執政黨的力量 當一個信仰全球化的人 在台上高喊全球化已死的時候 那是何等的悲痛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 台灣之所以可以起來 是因為全球化 可是今天我們去看到美國 當他在全球化不利的時候 他逆走 他現在不要全球化了 公益鏈還可以分民主跟不民主 產業還可以分深層產業跟淺層產業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未來台灣真的非常危險 所以想請教張俊律師 您擔任這次的總統參選人 那我想請問對於台積電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看法 所謂的深層革命裡面 深層革命裡面所強調的危機啊 我們可以從這一次的台積電看得很清楚 但是為什麼民進黨政府會被以起以求 我真的認為 在彭P的案件 若文文案裡面 他不得不去配合美國 不去配合日本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要是正式的在發一個書面聲明 或者一個講法說 蔡英文沒有博士協會 我們看後面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就是一個被勒索綁架的情形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看得清楚 這就是為什麼 我即使被蔡英文的爪牙 到我的事務所、事務所甚至深壓我 我還是力拚的原因 我一點都沒有退卻 我們今天真的講 我剛剛有提到兩個口號 百萬冤民站出來 百萬冤民自己救 我現在也要講 我們應該台灣人民站出來 台灣人民要自己救 怎麼救 請大家支持我 好不好 我一定要把這個自己 所有有關的領域 我自己知道 經濟 財經我未必是專家 但是作為一個總統 不可能 又是法律專家 又是國防專家 又是外交專家 又是教育專家 不可能 張俊鴻也曾經跟我講過 他是台大政治研究所 他說我們學政治 什麼專業都沒有 但是政治唯一的專業就是 會 使人 用人 這個非常關鍵 今天在政治上 你如果不能使人 用了一堆爛貨 用了一堆庸財 奴財 這個政治就被他們搞得 無厭掌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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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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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的时候 法官张勇会在2020年的1月15号 就是将近三年前 在一个庭都没有开的情况下 篡改了原告声明的确认博士学位 事实请求 并且配合了总统府的有学位就有论文 宣判彭文正败诉 同时提前泄露给媒体制造大内宣 2021年的1月20号 民事高院罕见的当庭判决 判决张勇会一审判决有重大瑕疵 未尽阐明权发回更审 结果台北地方法院在张勇会早就有新政实质判决下 认定程序判决瑕疵 违反了分案规定 再度发给张勇会裁判 2021年的4月16号 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更一审 张勇会法官成为了张静律师的被告 要求法官自请回避 但是张勇会仍然坚持要继续审判 彭文正教授当庭对法官提出了民事侵权告诉 并且要求张勇会依法定要回避理由来回避 2022年的6月10号 张勇会法官仍然坚持个人独自审判 召开了言辞辩论 想要议庭终结 并且以皇伟检察官的起诉书 以及教育部的公文为唯一的物证 想要判决蔡英文胜诉 原告彭文正视讯 以支持近乎勇 坚持法官调查疑点证据 最后在张静和李振华律师的退庭抗议之下 张勇会法官提出了一遭辩论判决 再一次的证明法官早就已经有了新证 2022年的11月29号30号 张勇会法官连续两天召开言辞辩论庭 以几乎近似诈骗的手法欺骗我方律师 在尚未阐明不做征典 不调查证据 没有言辞辩论的情况之下 就退庭宣布12月23号将要宣判 这场纠缠了三年的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从三年前张勇会法官一个庭都不开 到了三年后急着审判终结 甚至违反了法定回避理由也不回避 政治干预司法的行径 早就已经昭然若揭 如果谣念此法官是为了自保逃避审判 违法通缉没收了官司 那么张勇会就是枉法裁判 配合蔡英文颠倒是非 论文门就是一场司法的照妖境 后蔡英文时代 台北地方法院急着替蔡英文留下保命符 而这些恶法官一定会被写在司法改革的历史当中 我们也有必要也有义务 让世人了解台湾的司法到底怎么了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重返这场荒谬透顶的审判 看看法官如何像骗子一样操弄程序 进行一场假审判 真护航的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上一次开庭 张勇会法官早就已经透露新证 这次连续召开两天的言辞辩论 目的很清楚 就是要把程序跑完 但是如果我们再一次退庭抗议 就会变成合议停止诉讼 让蔡英文轻松躲掉了这个案件 面对被迫进行言辞辩论 律师团并没有放弃要求张勇会回避的主张 加上上次李正华律师阅卷之后 发现张勇会在本案上请求行政支援的签程 整个台北地方法院上从院长下到庭长书记官 就连张勇会本人都认同这个案子是特殊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如果张勇会法官非要参与审判 将案件改为主诉字何一庭 由三位法官审理 不只可以让审判更加公正 不至于让一个人的心证颠倒是非 而且可以取得法官和诉讼方的信任 对司法诉讼的进行来说更是双赢 但是显然幕后黑手不这么想 台北地方法院以通知书驳回 李正华律师立刻提起了行政诉讼 11月29号一开庭 律师团仍然就程序议题 要求张勇会法官回避 或者至少改为主诉字的暗号 张俊律师首先表达了他的主张 我希望先就程序 我们并不想杯葛今天的诉讼 但是认为先把程序的部分记名笔录 表明张勇会的立场 因为我申请两件法官回避 一件还在最高法院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就申请的部分 当庭裁制停止诉讼 我要你的答案能够呈现在笔录上 好不好 接着李正华律师提出了他的看法 李律师说 我曾经具状五大理由 包括你自己被告的案件里面 你自己答辩状认为 这也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换句话说 你自己也认为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加上五大理由 我跟你申请 希望你本身送签诚 因为是政大瞩目案件 重分主数字 它会变成由您单独审判 变成何议庭三个法官审判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张勇会一副你讲你的 我审我的 他就说 目前就是本案 未分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的部分 需要我们回应就对了吗 还有其他程序上 要表示意见的吗 李正华律师很不满的 接着补充说 你就是要独自审判 但是因为你之前态度不对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保护机制 现在是因为不信任你 这样了解吗 所以 我说啊 你今天要说明一个理由 给大家听听看 第二个程序问题就是 李正华律师说 我认为法官独立审判 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话 那么就依法签就好啦 通常我们法官签 没有上面不准的啦 对吧 谁敢吗 而张宇慧法官明显的不耐 不想要处理李正华的议题 他就插嘴说 今天我们就是就可以处理的部分 说重点 李正华律师被打断之后 他就接着补充说 现在主诉自案 我告上行政法院了 麻烦你依照潜力 我提告违法分案的时候 停止诉讼程序 你因此准许停止本件的诉讼 同样的道理要求你停止今天的审判程序 我们是希望你下诉讼裁定 如果你不肯没关系 我们尊重你 但是麻烦你写出理由 张永慧法官再次不耐地打断了 那你需要自己继续讲 还是要让我们回应呢 我们现在请被告表示意见 高等行政法院还有另外诉讼的部分 他们要申请停止诉讼程序 第三个部分就是本件 没有分为重大瞩目案件的部分 被告律师有意见吗 此时蔡英文委任律师 林渊龙回应说 关于诉讼程序的进行 包括分案以及诉讼指挥 尊重审判长指挥的权力 被告没有意见 张永慧法官突然话锋一转 似乎深怕案件又在程序过程中 又被退庭抗议 竟然直接跳到诉之利益 请被告律师答复 张永慧法官说 被告诉带请问一下 就本件有无确认利益的部分 是否如书状所在 蔡英文的委任律师 林渊龙话才讲到一半 被告系主张属于单纯事实 法官立刻接手 替林渊龙把话说完 所以你认为 不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 而是单纯的事实 属于攻击防御方法之一 没有确认利益的部分 这是你们的主张对吗 就想要偷渡进行审判程序 张静律师注意到这一点 马上回应说 对不起啊 我诉讼的部分我还没讲 我刚刚只有讲程序 李政华律师也立刻反驳 联大律师 这个案子要不要用 何一婷主诉字进行 没有做裁定之前 是不是要停止审判这件事情 不是诉讼指挥权好不好 张宇会法官 直接忽视了法官回避的问题 可能造成的诉讼终止 就像连元龙律师提出了 诉之声明的陈述 想要强度关山的态度 表露无遗 这个时候面对三项程序问题 法定回避 主诉字 行政诉讼回避 张勇会法官提出了三点回应 他说法官作为国家严谨的考试程序 以及受训的程序 所培养出来 并不会因为当事人就我们所做的判决 以及我们所做的诉讼程序指挥 提出讨论 或者提出质疑 我们就因此产生了任何的偏颇 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可受公平 另外 张勇会法官又说 除了就是更仔细的去适用法律之外 我们没有任何需要偏颇 或者是企图对原告或被告做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情势 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本件没有办法停止诉讼程序 行政法院的部分已经有诉讼停止了 所以理由是相同的 最近108年原告就提起过本件诉讼 至今已经111年 中间有停止诉讼程序过 有停止处理过 在本件言辞辩论程序之前 还是要再次提起的 本庭认为 均属于意图研制诉讼而为 所以本件均不允许停止诉讼程序 今天诉讼程序势必是要继续进行 张勇会法官又说 另外就是千分瞩目案件 请原告律师 用本件属于民事案件 要有充分认知 台北地方法院95年到现在 所有的分案分为重大瞩目案件 以人工抽签的 没有任何一件民事案件 有瞩目案件 只有刑事案件有 民事案件确实案难照办 与法无据 我是还是要说 今天这边原告就是彭文正先生 被告就是蔡英文女士 不用再延伸至另外一个战场 对这件成呈法官做任何诉讼上面的 模糊焦点 张勇会法官再度自比圣人 完全无视民事高院正在进行 审理他的侵权被告案 连最基本的利益冲突回避都无视 重分主诉字 张勇会法官则以台北地方法院 从来没有民事案件 被签分主诉为理由 拒绝改编认定 逻辑上完全说不过去 因为台湾从来也没有一个诈骗犯 一路骗到总统还告人 行政诉讼的部分 张勇会法官则是拿旧案 当成新案 驳回理由 新的行政诉讼 是因为他自己的虔诚才导致的 是发生在2022年的11月份的事件 当然是全新的适由 法官的答复完全不是依照法律的规定 而是闪躲责任的话术 李振华律师就立刻的反驳说 听上 你这个理由是依法无据的 一年前的更衣审重分案停止诉讼 还一年后的重大瞩目案件 是一样的适由吗 你说法院从来没有民事庭签分主诉字 但是依照台北地方法院民事案件 民事庭案件分案实施要点 第一条第七项有规定 重大瞩目案件是人工抽签 由行政庭长第一庭庭长 加上抽签的一个庭长 两个法官五个人决定 形成决议小组来决定 这是法条明确的规定 你不能说没有潜力 我就不做 张永慧法官立刻转移焦点 将法官申请 重新改签 转移成台北地方法院的分案小组 他说 请去看看我们法院所做的新闻稿 我再次说明 我这边没有办法去干涉分案怎么分 分案的事件 我们有发新闻稿 请律师去看 李政华律师非常不满 他就说 哪里有发新闻稿 是针对我们的分案吗 张永慧法官想不出反驳理由 他再度跳针 我们调出所有从95年到现在的 也没有重大瞩目案件 三个法官合议审理 其实你也讲不出任何一个案件 只是因为它是重大瞩目案件 民事案件是由三个法官审理 因为确实与法无据 李政华律师再度抓着张永慧法官逻辑上的错误 他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签分瞩目案件 还是一个法官审理 那合理啊 那麻烦你签分啊 如果你签分的结果还是你一个人 可以单独审理 那我也接受啊 张永慧法官完全闪躲李政华律师 是要求法官提出重分签 因为他自己都认定这是重大瞩目案件 完全无法解释 张永慧又再次跳针 他说我没有这样说 我们签分要有评有据 要有法律规定 我说了 与法无据 李政华律师已经有点秀才 遇到兵 怎么连法官都不讲道理 独立审判的法官当然可以送签诚 但最后重分不重分案 当然与张永慧无关 李政华律师惊讶地表示 我刚刚不是念法条给你听了吗 台北地方法院民事案件分案实施要点 第一条第七项明白规定 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张永慧再度装傻 那个是分案的规定 成审法官没有办法去分这个案件 我没有办法要求什么分案 李政华律师再度挑战张永慧法官的底线 那你千分看看嘛 如果拒绝 我们就可以体谅你 张永慧法官是标准的睁眼说瞎话 逻辑被玩爆 不断地强调民事庭 是从民国95年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李政华搬出了法条 民事分案规定早就明文 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分案规定连规则都有了 当然就是代表民事庭 是可以有重大瞩目案件 只是台北地方法院 还没有遇过类似的重大瞩目案件而已 张永慧法官硬是把法律 民文规定说成与法无据 李政华律师要的是 即便张永慧法官上签被拒绝 也要在明理由 看看这群法官是怎么硬拗 自己都认定为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却坚持由一个法官来独审 遇到不讲理的法官 无奈之下 李政华律师最后要求法官去调阅 所谓当初分案 就已经决议的决议资料 要看台北地方法院如何将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吃案成为一个张永慧一人一审再审 而张永慧法官完全不予理会 我认为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e sea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ill the end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ght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rn sky Whoa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e sea I've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ill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rn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o Would you come down to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okay It's nothing new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ead tight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rn sky Whoa 彭文正在这个时候 针对张勇慧的逻辑漏洞 提出了问题 彭文正教授说 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你去干涉 分案规定 而是当分案不合规定的时候 你应该要上个签诚啊 就像你上签诚去建议 准于审判业务费 用委外转意 或者是要求法警支援一样 目的是要让司法审判的进行 更顺利啊 所以当法官你发现分案不合规定的时候 你应该签诚建议 而不是干涉 由三位法官来呈审才对啊 彭文正教授画风一转又说 刚才我知道法官说了一个理由 因为过往95年已降 没有一个民事案件 是用三个法官来审理的 这个逻辑不成立啊 因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也没有人发现过新大陆啊 阿姆斯状登陆月球以前 也没有人登陆过月球啊 彭文正教授说 我要讲的是 法官你想一想 中华民国建国111年来 有任何一个现任总统 告过平民百姓吗 所以这个案子怎么不会是 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呢 怎么不可以 既然法律已经明文规定 为什么还不愿意去遵守法律 即使是开一个先例呢 彭文正教授说 最后我请问法官 我请你告诉我 因为我在写历史 我请你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案件 到底是不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我就请教你这件事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到底认不认为 这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你是认为 这件事不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所以你不建议去要求重新分案呢 还是你认为这是社会重大瞩目案件 而你不敢监阅长官的权限去要求长官重新分案呢 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一样 张勇慧法官完全没有办法回答 他再度闪避问题混淆了焦点 他说本件当事人两造是彭文正先生 与蔡英文女士 不要另外去开一个战场 还要来占我们成审法官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张勇慧法官又说 我们台北地方法院的分案规则 以及所有的分案规定 行政资源 我们全部都依法行事 我动用了台北地方法院 可以动用的人力资源 去做这个案件审理的安排 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案件的特殊性 为了审理的顺利 所以我怎么认定 能不能请三位法官来进行这个案件的审理 没有法律规定的 我们成审法官不可能去发动 就这样 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张勇慧并没有针对问题回答 再度的顾左右而言他 而彭文正教授再度要求法官 针对问题回答 张勇慧法官反而直接呛他说 这与实质上的审理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你真的很想跟法院对话 不是在这个案件对话 请让我审理完毕之后 我会用判决书让你知道新政 此时面对不讲法律 不讲道理的法官 李政华律师已经气到语气颤抖 他说我们法院审判 是要受当事人的信赖 我作为律师 我做任何法律上的请求 都是依法有据的 你现在到底想怎样啊 最后张勇慧强硬的指挥审判 发出第一次警告 并且要求法警将李政华 带出法庭冷静 不再回应相关的问题 在重分案争议之后 张勇慧法官进入了实质审理 要两造确认法律利益 莲元龙除了继续主张 这个案子没有确认利益 只是攻击防御的方法 完全没有新的论述 李政华律师提出了高院的见解反驳 跟莲元龙发生了口角 张勇慧立刻对李政华律师 发出了第二次警告 确认利益上 莲元龙律师完全没有任何新的论述 提出的例子也跟当初一模一样 显示他们不只对高院的才势不以为意 也表现出张勇慧的审判 是深具信心的 说到得意 莲元龙还不忘嘲讽彭文正 莲元龙说 彭先生 所谓社会瞩目案件 那是刑事的部分 刑案的部分 就请你应该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直接跟法律面对 到法院来嘛 你到底有没有妨害蔡英文的名誉 你有就有嘛 有就有罪 没有就无罪 事情就这么简单嘛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当初这场蔡英文 告妨害名誉的刑事案件 律师团们就是要对姚念慈 法官提出社会瞩目案件的申请 才刚说出口 姚念慈就闪电退庭 接着发布通缉 严重的侵犯人权 李文龙律师居然好意思说 拿这个说嘴来嘲讽当事人 接着为了避免回避事由失效 张静律师发表了一个声明 张静律师说 在我进入实体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声明 今天要进入实体 不是我们希望进入实体 是被你张勇会逼的 要进入实体的诉讼 因为程序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之前 本来不应该进入实体 刚才你所说的一切 我都不认为你说的 可以在座的诸位 包括旁听席的人民可以接受 我要强调的是 过去今天之前 所提的所有的申请法官回避 我们本来不想陈述 但是必须进入实体程序 是被你所逼的 将来我们才好跟审理法官 回避案件的法官说明 张勇会却立刻打断说 请针对确认利益的部分回答 张静律师继续补充说 今天张勇会说他都依法行事 那为什么高等法院要废弃发回 废弃发回更审 这里面就有不依法审理吗 我屡次讲法官不回避 不调查不开庭 然后不小遇不阐明 甚至发函给被告 要求被告答辩 被告根本不答辩 法官也不等被告答辩 就在2020年大选 投票后的第四天 蔡英文当选的第四天 你就不经言辞辩论 就说我们法律上险无理由驳回 结果被告恩废弃 说你的诉讼程序重大瑕疵 这个有重大瑕疵 就代表你就是违法嘛 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你就是违法 一听到自己一审的违法判决 张勇会立刻失去理智 打断律师的发言说 我们进入言辞辩论 言误言辩论进行 会被视为研制诉讼 张勇会的指挥突然从速之声明 一下子就跳到了言辞辩论 张静语带愤怒的说 速之声明都还没有开始 就进入言辞辩论 本来应该进行征典整理 目前我们都没看到 李振华律师接着出手表示 我在109年1月2号 就是你一审没有开庭驳回之前 我就具状跟你说 这个案件因为是确认法律关系之诉 它有一个特别明文的规定是说 如果确认法律关系基础事实 有疑问的时候 你法官必须阐明 你不能直接把我驳回哦 所以我在之前就写书状跟你讲过 因为这个在程序上必须第三项特别规定 所以你不能用 在法律上显无理由把我驳掉 我已经跟你讲了 结果你视我无睹 把我给驳回掉了 然后跟我们争说你都依法 说我依法无据 做一个法官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现在报告我们的声明是 现在我们的速之声明 确认被告1984年毕业版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论文不存在 也就是我们加了三个字毕业版 张勇慧完全不想面对自己的一审错误 只想要快速的进行更审的程序 他说好那我们被告这边答辩速之声明 这个时候张静和李正华同时表示 庭上你现在违法 你知道你现在违法吗 你到底行使你的产明权没有 我这个速之声明当初就是你把它驳回的耶 你直接把我用显无理由判决驳回了 我现在同样的声明 只是加了毕业版三个字而已 你还是要进行产明权 因为高等法院说你应该行使产明权吧 为什么我们在诉讼上是显无理由 麻烦你行使产明权 张勇慧法官表示疑惑回应 他说产明权是在原告被告对诉讼 不了解的时候进行产明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对这个诉讼 以及这个速之声明有什么不了解 你们自己提出的你们有什么不了解呢 张勇慧再度装傻 事实上这正是整个更一审最矛盾的地方 张静和李政华两位律师只是将速之声明 增加了三个字 那就是毕业版 更一审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差别 但是当时张勇慧却可以在已经 剧状提醒开庭产明的情况下 一停不开的直接违法判决 律师们的用意就是要避免张勇慧更一审 再度突袭判决无确认利益驳回 同时张勇慧的产明也会揪出他早有新政的事实 但是张勇慧法官坚持一审已经废弃 更一审就是全部重头来 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也完全不需要解释 这就是台湾司法官死不认错的缩影 以为自己是一台电脑重开机 一切就重新来 张勇慧法官他就回应到说 我们现在在进行审讯 废弃发回之后就是回复一审的审理程序 我们现在回一审的审理程序 民事诉讼法审理程序的开始 即为言辞辩论之进行 我们现在进行言辞辩论 李政华律师不满地继续追问 我诉讼的声明跟法律的事实依据 过程里面我又没有提出新的证据 张勇慧法官继续假装自己一审新政不存在过 好像这是第一次开庭一样 他说你们还没有提出事实跟理由啊 事实跟理由都还没有说诉之声明呀 李政华律师再度追问 庭上你怎么可以这样反向硬拗 我无法理解 但是我状况是一样 我声明还是一样啊 问题还是存在你要阐明啊 张勇慧法官竟然当庭说谎 他说我是程序上的判决 前一次是程序上的判决 我现在要实体上的判决 张静律师立刻怒呛胡说八道 法律上显无理由驳回是实体判决 怎么会是程序判决呢 张勇慧法官的一审判决 不只有新政 而且还擅自增加了不存在的博士学位事实请求 如果是程序判决 为什么会跑出不存在素质声明的判决内容呢 张勇慧的说法明显说不通 不知如何解释的张勇慧 此时竟转向连元龙求救 请被告律师就本件原告请求法院行使阐明权 有无意见补充 张静律师不满的说道 这跟被告律师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懂啊 林渊龙律师接到球之后 就帮张勇慧缓夹 他说法院要原告说明确认利益 那么本件原告主张的声明究竟只是单纯的事实 或者是有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 原告已经其实都听懂了 他们认为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 而被告认为是单纯的事实 张勇慧法官于是有了台阶下 他立刻强硬的指挥说 已经完全充分意见表达了 我们没有必要行使阐明权 张勇慧法官等于完全没有表示意见 李政华律师再一次提醒他 但是上一次就是用这个理由 把我们判决驳回答 刚刚才说没有要阐明的张勇慧 却立刻改口 还没有 我的预知法官的意见 就本件有无确认利益 充分让两造陈述意见 并进行言辞辩论的程序 亦由两造提出速之声明事实理由为何 所以已经小于两造本件的诉讼程序 序明的部分已为行使阐明权 这形成了一种很诡异的情况 张勇慧只要把开庭的行事走一遍 就等于已经阐明 但是双方剧状内容跟一审一模一样 这就是台北地方法院 配合蔡英文集团所设的局 这也再一次打脸了张勇慧法官说的 一审只是程序审 难道一审双方就没有剧状吗 如果只是程序审 张勇慧法官又为什么要发函蔡英文答辩呢 原来只要法官死不认错 就永远不会错 张勇慧法官只要说上次是上次 这次是这次 记忆就可以重置吗 这次就能够完全遗忘上一次的新证吗 就能够进行一场公正审判吗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法官回避 以及重新分案的原因 台北地方法院安排的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 根本就是一场司法刑堂 这场世纪大审总长超过六个小时 处处可见法院的荒谬无理和封建官僚 我们有必要留下完整的记录 有鉴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将这场大审拆为三集 具细迷移的呈现法庭的实况 也为历史留下证件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